妈 我带梦梦回来了 梦梦 这是我妈 哎呦 回来了 一路上辛苦了吧 来 快进来吃吧 王小八 你不是跟我说你妈是个大老吧 这怎么是个乡妈佬啊 梦梦 第一次来家里 阿姨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做了点家常菜 来 快坐下吧 走 先去吃饭吧 椅子 有点眼力劲啊 来 坐吧 梦梦 你老家是哪里的呀 我渴了 渴倒点水去 我去给你倒 梦梦 给 是什么呀 给给我狗都不喝 梦梦 你喝的那个水啊 我们家里没有吗 没有 你不会去买呀 我吐脑子你 不是 我第一次来你们家吃饭 出这几个菜呀 梦梦 我们这一共就三个人 这些桌子菜够吃了吧 你妈请我来你们家吃饭 怎么一点成维都没有啊 要是没吃买菜呀 就别从我过来呀 装什么装 没事 梦梦 今天你就先搓我吃点 下次阿姨给你做你喜欢吃的 都吃好了吧 吃好了 妈 还行吧 这跟我平时吃的可又差远了 我平时吃饭呢 要是没有个鲍鱼燕窝什么的 我可不上春的 小八 你带梦梦去沙发上坐着看过电视 我把这些菜收起来 放在冰箱里 这天一热了容易坏 什么 我没听错吧 这些都是剩下的 该搞口都不吃 你还要收起来 真是个香巴佬 梦梦 我看在我儿子的面子上 不和你计较 你还蹬鼻子上脸呢 呀 你这个农村懒的老香巴佬 够壮不壮啊 梦梦 你怎么跟我妈说话了 走 我先送你回去 有回什么假呀 我还没说完呢 难道我说错这香巴佬了吗 你一口一个香巴佬的叫着 连一点对长辈的尊重都没有 你的父母就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我们在家里吃饭 节约粮食 怎么就丢人了 你扑扎浪费 那才叫丢人呢 还有 我们农村人怎么了呀 我们农村人勤劳肯干 倒是你 给城里人丢进了脸面 我儿子真是看走了眼 你 你什么你 告诉你 不要以为做点小生意 我就对你们家刮目相看了 我最看不上的 就是你们这种做小买卖的家庭了 一年挣个区区几百万 就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 农村人呢 永远都是农村人 是配不上我们城里人的 既然你认为我们碰不上你 那就请你自己离开 没有人拉着你 黄小八 像我这么年轻又漂亮的女孩 追我的人 从这里拍到法国呢 我告诉你 您跟我在一起 是你家祖坟冒了青烟了 我现在呢 就给你一个机会 你是选我 还是选这个乡巴郎 黄嬷嬷 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你是这样一个贤贫爱素 嚣张跋扈的女人 我明确的告诉你 这次我选我妈 现在就请你 从我家滚出去 王小八 你可想好了 我可是城里人 没听清楚吗 滚